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戶地区大学福音研究所的盛职唱诗班演出 总会会长团第一自立亨利爱宁会长将主持今晚的盛职大会 弟兄们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 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 他指派我主持 大会的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 传送至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 供圣职持有人收看 本场大会的音乐 由盐湖地区大学福音研究所圣职唱诗班演出 指挥是哈尔·罗瑞 奎格·艾伦和丹尼斯·诺菲特 管风琴师琴师理查·埃略特 唱诗班将献唱 求救主来掌我舵 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 接着由七十元 崔伦焕长老做开会祈祷 祝福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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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持有圣聖职的弟兄们 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感谢您 我们感谢您 我们特别祈求您的指引 帮助我们 在今晚能参加这个场次的大会 祈求您的眼睛 跟随他 我们祈求您可以帮助今天晚上 所有演讲的弟兄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唱师班现在将献唱往前床 献师之后 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 大卫贝纳长老演讲 之后 由今天下午刚卸任的 总主教团第一支礼 理查·埃格利长老演讲 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 总会男青年会长团 第二支礼 亚德里安欧卓亚弟兄演讲 贝纳长老请 酷 吉近 好 不用 ak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hills and bales and mountains ringing, carr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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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y 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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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们 我很感激我们一群人数众多的圣旨持有人能够一同崇拜 我爱你们也敬佩你们能保持配衬在世界各地发挥良善的影响力 我要邀请你们每个人思量如何回答许多年前大卫奥麦基会长对教会成员所提出的下列问题 他说 如果此刻你们每个人都被要求用一句话来陈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最大的特点 你会如何回答 麦基会长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给予的答案是 最大的特点乃是圣旨的神圣权柄 其他教会宣称他们的权柄来自于历史传承 经文或神学训练 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却有别于其他教会 我们清楚地宣告 圣旨权柄 以由天上的使者 直接按手在先知约瑟斯密头上 授予本教会 我的信息着重在此项神圣圣旨和天上的能力 我诚恳祈求 在我们一起学习这些重要的真理时 能有主的灵协助 圣旨是神委派给世人 为人类救恩行使一切事的权柄 圣旨是主透过人来行事 以拯救灵魂的工具 无论古今 耶稣基督的教会 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 具有耶稣基督的权柄 若无神圣的权柄 就没有真正的教会 平凡的男子被赐予圣旨权柄 而圣旨案例的资格 乃是配衬和意愿 而非经验专业知识或教育 信条第五条里 叙述了获得圣旨权柄的方式 我们信 人必须蒙神召唤 借着预言和有权柄者的按手礼 才可以传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仪 因此男孩或男人必须经由持有圣旨 且获得持有必要圣旨权要之领袖 受权的人案例 才能获得圣旨权柄 便被安立到某个职位 圣旨持有人被期望要按照神的神圣意念 旨意和目的来行使这项神圣权柄 圣旨所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无私的 圣旨始终都是用来服务 祝福和巩固他人 蒙受较高的圣旨 是经由接受一项庄严的圣约 其中包含了有义务 要依据所获得的权柄和职位而行动 身为神的神圣权柄持有人 我们要采取行动 而不是受行动支配 圣旨其本质是主动积极而非消极被动的 太府彭孙会长曾教导 接受圣旨却被动地坐着等待 等到有人督促才采取行动 那是不够的 我们接受圣旨后 就有义务要积极热切地 推动世上的正义伟业 因为主说 没有命令就不做任何事 用怀疑的心接受诫命 又揽于遵守诫命的人 必被定罪 因在干会长也再三强调 圣旨积极主动的本职 违反诫命 不善尽职责 都违背了圣旨的圣约 因此要违背这约 只需什么事都不做就行了 当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履行我们的圣旨职责时 我们就会蒙福拥有圣旨的能力 圣旨的能力是神的能力 透过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和男孩而运作的 同时需要个人的正义 忠信 服务和勤奋 一个男孩或男人可以经由按手礼而获得圣旨权柄 但是如果他不服从 不配衬 或不愿意服务 就不会拥有任何圣旨能力 圣旨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天上的能力不被控制或运用 唯有借正义的原则才可以 这些都可授予我们 那是真的 但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 或满足我们的骄傲 我们虚妄的野心 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 对人类儿女的灵魂实行控制 统治或强迫 看啊 诸天就退出 主的灵悲伤 当其退出后 那人的圣旨或权柄也就结束了 弟兄们 一个男孩或男人接受圣旨权柄 但却轻忽不去做一切必要的事 使自己有资格获得圣旨能力 这个人不会被主所接受的 不论年轻还是年长 圣旨持有人都需要拥有权柄和能力 也就是在救恩的事工上代表神所必须具备的许可和灵性能力 我所生长的家庭里有中性的母亲和美好的父亲 我母亲是先驱者的后代 那些先驱者为了教会和神的国度 牺牺牲了一切 我父亲以前不是教会成员 他年轻时曾渴望当一名天主教神父 但最后他选择不去读神学院 而是在事业上当一名工具和染料制造商 我父亲婚后大部分的时间都陪家人一起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聚会 事实上智慧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父亲不是教会成员 他会参加智慧的累球队并担任教练 协助同军活动 并且帮助和支持我母亲履行各项教会召唤和责任 我想告诉大家,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关于圣职权柄和能力的重要一课 小时候,每个星期我都会多次地问爸爸 他什么时候受洗 每次我缠着他时,他总是亲切而坚定地回答说 大卫,我不会因为你母亲,你或其他人而加入这教会 当我知道加入这教会是正确该做的事情时,我就会这么做 我相信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父亲有了以下这段谈话 那时我们一起参加星期天的聚会以后,刚回到家 我问爸爸,他何时会受洗 他笑着说,你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受洗 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很快,而且兴奋地下了结论 这件事,现在总算有进展了 我爸爸继续说道 大卫,你们教会教导圣职在古代的时候被从地上取,世上取走 并且以亲由天上的使者复兴给先知约瑟斯密,对吧 我回答他说的完全正确 他接着说,我要问的问题是 每星期在圣职聚会里,我都听到主教和其他圣职领袖 在提醒,恳求和请求弟兄们去做家庭教导和履行圣职职责 如果你们教会真的有复兴了神的圣职 那为什么在履行宗教职责方面 你们教会许多弟兄和我教会里的弟兄没什么两样 我幼小的心灵顿时一片空白,无法回答我爸爸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们,我相信父亲以他所认识的我们知会弟兄的缺点 来论断教会具有神圣权柄此上生命的可信度 是向错误的论断 然而对我而言,他的问题里所隐含的假设却是正确的 即,持有神的神圣职的人应当有别于其他人 持有圣职的人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比他人好 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所不同 持有圣职者不仅应接受圣职权柄 而且要成为配衬中性的工具传达神的能力 他们扛台主器皿的 你们扛台主器皿的要洁净 我从不曾忘记从父亲那里学到关于圣职权柄和能力的一课 他是个好人 信奉其他信仰 对那些自称持有神的圣职者有着更高的期许 多年前星期天下午的那番话 让我有种渴望当个好孩子 我不想在父亲学习复兴福音的进步过程中成为坏榜样或绊脚石 我只想当个好孩子 弟兄们主需要我们所有持有他权柄的人 都能随时随地做个值得敬重 有品德和善良的男子 你们或许有兴趣知道 几年后我父亲受洗了 我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 授予他亚伦和麦基喜的圣职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 就是看到爸爸获得圣职权柄 并且最终获得了圣职能力 我跟各位分享 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这项深刻的教训 是要强调一项简单的真理 经由按手获得圣职权柄是个重要的开始 但是这还不够 按例仪式可以授予我们权柄 但还需要我们运用圣职的能力 来努力提升灵魂 教导和做见证 祝福他人并提出忠告 以及推动救恩的事工 并借此生活正义 在这世界史上的重要时期 你我圣职持有者都需要成为正义的男子 和神手中有用的工具 我们需要奋起成为属神的男子 你我应当好好学习和效仿 担任主教和支离会长期间在圣殿推荐书面谈结束时 经常会问已婚的姐妹们 我能如何为她们和她们的家人效劳 我从那些中性的妇女得到的回答大致相同 这些答复不但具有启发性且发人身形 这些姐妹们很少抱怨或批评 但是她们往往提出以下的回复 请帮助我先生了解他身为家中的圣职领袖 所应尽的责任 我很乐意带领研读经文 做家庭祈祷和开家人家庭晚会 我也会继续这么做 但是我希望我的先生能成为平等的伙伴 给予坚强的圣职领导 只有他能提供这样的领导 请帮助我先生了解 如何成为家中的教长和圣职领袖 来逐领和保护家人 我经常想到那些姐妹们的诚恳和她们的请求 圣职领袖今天也听到类似的忧虑 许多妻子恳切祈求他们的丈夫 不仅持有圣职权柄 而且也具有圣职能力 他们渴望在建立以基督为中心 及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 这项事工上能与忠信的丈夫和圣族伙伴同父一二 弟兄们 我应许 如果你我虔诚地思考这些姐妹们的请求 圣灵会帮助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 并帮助我们认清自己需要改变和改善的地方 现在 弟兄们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今晚我要重申多马孟孙会长的教导 他邀请我们要做正义的榜样 他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做主的差事时 只要我们配衬 就有权获得他的帮助 你 我持有圣职权柄 这项权柄已在福音期 藉由天上使者 及施洗约翰和彼得 亚各 及约翰而重回世上 因此 每位获得麦基使得圣职的人 可以追溯其个人权柄线 直接连到主 耶稣基督 我希望我们都对这项非凡的祝福心怀感激 我祈求 我们在行使主的神圣权柄时 能洁净配衬的代表主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 获得圣职能力 我见证 神圣圣职确实已在这后期时代 复兴到世上 并且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 我也见证 多玛孙会长 是主领教会高级圣职的主领大祭司 也是世上唯一持有 且蒙神授权行使所有圣职权柄的人 圣职权要的人 我郑重为这些事作证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几个月以来 在教会中 我们更为强调真正的成长 就是带领所有愿意的人 来接受并遵守救恩的教义和圣约 并且过着如阿尔玛所说的 内心巨大变化的生活 最有意义也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就是身手救援那些 已经接受洗礼 但徘徊在教部活跃的状态中 而缺少祝福和救恩教义的人 无论我们个人的召唤是家庭教导或探访教师 主日学教师 主教 父亲 母亲 或是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我们都可以透过有意义的方式投入救援的工作 无论他们是家人 非成员 教部活跃的人 甚至是罪人 带领所有的人 归向基督接受救恩的教义 是我们共同的神圣召唤 大约三十年前的某个星期日早晨 那时我还在支联会会长团中服务 我们接到了支联会中一位中信主教打来的电话 他表示自己知会的成长非常迅速 已经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召唤给所有配衬的成员了 他请求我们划分支会 身为支联会会长团的我们 在等待这项核准时 决定拜访该支会 并召唤这些美好配衬的弟兄姐妹们 担任支联会传教师 我所拜访的第三个人 是一位在当地就读大学的年轻女学生 在闲聊了一会儿后 我召唤她担任传教师 她沉默了一下子 然后说 会长,您不知道我在教会中并不活跃吗? 沉默片刻后,我说道 不,我不知道你不活跃 她回答说 我已经好几年没在教会中活跃了 她又接着说道 您不知道人若一直不活跃 要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吗? 我回答说 不知道 你的支会上午九点开始聚会 你只要进了教堂就和我们在一起了 她说 没有,没有那么容易 你会担心很多事 像是有没有人会和你打招呼 或是聚会的时候 自己会不会孤单地坐着 而没有人注意到你 还有,你是否会受到接纳 你的新朋友会是谁 泪水滑过她的脸庞 她接着说道 我知道我的父母已经为我祈祷了好几年 希望我能回到教会 她在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 我过去三个月当中都祈求能找到恢复活跃的勇气、力量和方法 然后她问我 会长 您认为这项召唤会是这些祈祷的答案吗? 我的眼眶湿了 我回答说 我相信主已回答了你的祈祷 她不只接受了那召唤 也成为一位很好的传教士 我确信她不只为自己带来了很多快乐 也为她的父母 可能也为其他的家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我从这次和几次类似的面谈中学到了几件事情 我学到 许多教部活跃的成员 每天都有家人跪下来 恳求主 帮助他们救援他们所爱的亲人 我学到 教部活跃的成员要再走进教会 并不是那么容易和自在的 他们需要帮助 需要支持 需要交易 而我也学到 有教部活跃的成员愿意 且正尝试寻找恢复活跃的道路 我学到 许多教部活跃的成员 如果受到邀请 就愿意担任召唤 我学到 教部活跃的成员 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 同样被视为慈爱之神的儿女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想 如果当时我将他视为不活跃的成员 那次的面谈 会有什么结果 我留给各位去判断 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更加的仁慈 使活跃一直是主的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虽然救援是每位成员的责任 亚伦圣职和麦基奇德圣职的持有人 有责任领导这事工 毕竟 这就是圣职服务所要做的事 带领所有的人 订立朝生的圣约 带来平安 快乐 及自我价值 你们会记得摩尔门经中记载 当小阿尔玛发现 卓伦人已叛离教会时 他组织了一个史活跃的小组 去拯救这些人 当他们从事自己的指派任务时 说出了这些话 来向主恳求 主啊 求您恩准我们 使我们能借着基督 而成功地再度带领他们归向您 主啊 看 他们的灵魂很宝贵 他们有许多人 是我们的弟兄 因此 主啊 求您赐我们力量与智慧 使我们能带领这些弟兄 再归向您 几个月前 在会见新归信者 教部活跃成员 及恢复活跃的成员后 有一位年龄和我相近的男士 走过来对我说 我是一个大半辈子都不活跃的人 我在早年就离开教会 但我现在回来了 我和我的内人在圣殿服务 我为了让他知道这一切都很好 我做了这样的回答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他回答说 不好 一切都不好 我回到了教会 但却已失去了子子孙孙 我现在正看着自己所失去的真孙子女 他们都离开了教会 这一切都不好 在教会的早期 我们家族有一位祖先在欧洲加入了教会 但他的一个儿子变得不活跃 爱格丽姐妹和我试图找出这位祖先不活跃的后代 我和内人很容易就做出结论 那就是在这六个世代中 根据合理的推测 可能有多达三千名的家族成员流失了 现在再加上两个世代 理论上可能有近两万到三万名我们天父的儿女流失了 受到吩咐去救援 是以教会一项最基本的教义作为基础 记住 在神眼中 灵魂的价值是大的 因为看啊 主 你们的救赎主 忍受了肉身的死亡 因此他忍受了全人类的痛苦 让全人类可以悔改而归向他 假如你们心情终身 呼吁着人民悔改 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武 若你们同他在我复国度中的快乐 该是多么大呀 我一生当中 曾有特权来拯救几个教部活跃的成员 现在当我带领一个人 在教会里恢复活跃时 我看到的不是只有一个灵魂 我看到的是六个 七个甚至是更多的世代 那是成千上万的灵魂 然后我会想到这节经文 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 你们的快乐该是多么大 主对他的使徒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 要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不一定少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圣职持友人 他们有能力且配成 还有数百万承诺付出的教会成员 我们有积极运作的知会议会 圣职定儿组 辞助会以及其他组织 他们都负有去救援的任务 拯救灵魂是救主给我们所有人的召唤事工 我刚才在演讲当中谈到阿尔玛和他的同伴们 他们在着手救援着伦人时所献上的祈祷 二次大战期间 约有五百名美国士兵和协助美军的当地人民 被关在战俘营里 由于这些战俘所受的苦楚 以及担心他们的安危 美军挑选了大约一百名的士兵 组成了一支志愿部队 负责营救他们 指挥官在集合志愿人员后 对他们下达了这样的指示 今晚请各位与你们的宗教领袖见面 你们要跪下向神启示 只要你们一席尚存 就不会让这些人多受片刻的苦 这次成功的营救 是要拯救他们脱离肉体和属世的痛苦 我们能不勇敢地解救那些 承受灵性和永恒苦果的人吗 我们应该对神做出较小的承诺吗 最后 身为基督真实且活着的教会之成员 我们的承诺源自于主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非成员 教部活跃的成员 罪人及我们的家人受苦这项事实 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人 数十万的人 甚至是数百万的人和他们的后代 得到平安、喜乐和美好的福音 我相信我们能成功 因为这是主的教会 而藉由我们的圣职和成员的身份 我们以蒙召唤来获得成功 我向你们做这样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Not long ago I was in South Africa visiting a home with Tabiso the first assistant in the priest quorum in the Kagiso ward Tabiso and his bishop who presides and holds the keys for the quorum had been praying for quorum members who were less active seeking inspiration about whom to visit 人员祈祷 寻求灵感 让他们知道 要去拜访哪一些人 以及如何帮助他们 他们感到有需要去拜访 特别罗的家庭 于是要求我和他们同行 我们安全通过了一只 修复的看门狗之后 Tabiso在客厅迎接我们 他是个性情沉浸的男青年 但已经没来教会了 因为他在星期日 忙着教会其他的事情 我们造访 特别罗的家庭 特别罗有点紧张 他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们 邀请他的家人 一同来参与 属下向他们家庭表达关怀 希望能够让他们家庭 在圣殿 印证为友好的家庭 他们很感动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强烈感受到 圣灵的同在 指引我们所说的 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感觉 但是Tabiso说的话 才是这次探访的 非凡之处 我认为这名年轻的祭司 说出了天使的语言 他充满了爱心的话语 不仅让我们都心灵神会 而且格外地打动他朋友的心 他说 每次我在教堂和你说话 都感到很愉快 你总是说我的好话 你知道吗 自从你没有来以后 我们的足球队几乎要解散了 你的足球实在踢得很好 他比如说 对不起我会回去加入你们 他比如说 太好了 你还记得以前 我们怎么做一个 准备做一名传教士吗 我们可以再开始吗 太好了 他说 好 我想要回到教会 我担任总会 男青年会讲团支离期间 所感到最快乐的是 莫过于看到世界各地的 咬人圣职持有人 正在运用咬人圣职的能力 但是令我难过的是 有时候我也会看到许多男青年不了解 如果他们能够善加运用自己所持有的能力 会成就多少美事 圣职是神所赐予用于为他的儿女服务的能力和权柄 我多么希望每一个男青年 每一个亚人圣职持有人都能够了解 自己所持 自己的圣职是持有天使四处的权要 但愿他们都能够了解 他们有一项神圣的责任 就是帮助自己的朋友 找到通往救主的道路 但愿他们知道天父会赐给他们能力 让他们得以真心诚意 清楚明白地 向他人说明复兴福音的真理 让人无法否认基督话语的真实性 亲爱的男青年 请容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问题我希望你们今生永远牢记着 你们在世上所获得的能力 有哪一种比神的圣职更为伟大 有哪一种能力大过于有能力协助天父 改变你身边之人的生活 并帮助他们借由洗净罪恶和裂行 而走在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上 圣职和其他能力一样 都需要用来成就善行 你们都蒙召唤 要起来发光 不要让你们的光在暗处隐藏起来 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够蒙神拣选 只要你们运用这项神圣职的能力 你们的勇气和自信就会增长 男青年们 你们都知道 你们在为神服务时最有影响力了 你们的热心和做好事的时候 最能够感到快乐 要成为洁净配衬的人 好 光大你们的圣职能力 我要重申赫伦长老六个月前 在这座讲台上对你们所说过的话 并为此作证 我要找出关心这场三二之战的男士 不分老少 只要他们愿意拥护战场 开口发声 我们正处在战争中 我要求发出更刚强忠诚的声音 不仅为了要对抗邪恶 也为了良善 为了福音和为神发出声音 是的 各位 咬人甚至词有人 我们正处在战争中 在这场战争中 对抗邪恶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积极地倡导正义 你们不能去听污秽的言语 却假装自己没听到 明知是色情的图片 你不能独自一个人 或与他人一起观看 却假装自己没看见 你们不能触摸任何不洁的事物 却假装没有那么什么大不了 你们不能在撒旦 企图摧毁良善 纯洁的事物的时候 仍采取被动的态度 相反的 你们应该勇于挺身捍卫 你们所知的真理 如果你们听到或看到 任何不符合主的标准的事物 要记得自己的身份 你们是神的精兵 你们都被赋予神圣的圣职 对抗我们的敌人 这位万晃之父 最精良的武器 莫过于真理 只要你们运用圣职的能力 你们的口中就能够说出真理 你们表现出勇气和证识 会让大多数的从才应该敬重你们 有一些人不会 不过那不重要 因为你们运用天父的力量 来完成他的目的 你们会赢得天父的尊敬和信任 我要呼吁每一位亚伦 圣职定谷主的会长团 再度举起自由的旗帜 组织起你们的精兵 领导他们 要运用你们的圣职能力 邀请身边的人 借着悔改以及接受洗礼 来归向基督 你们以蒙得天父的能力 来完成他的这一项命令 两年前我拜访了智利的圣地雅各 当时我对一个名叫 但伊里奥特瑞的男性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经常陪伴传教士一起工作 我请他写信给我 经过他的同意 我要念一段 他最近寄来的电子邮件 我刚满16岁 上星期日被案例到祭司的职位 当天我为一个朋友施洗 他叫卡洛琳娜 我教了他福音 他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 甚至赢得了女性的个人金部奖 他的父母原本不愿意 让他接受洗礼 直到他们有机会认识我 信任我之后才改变心意 卡洛琳娜希望我为他施洗 所以我们必须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直到上个星期日 我们满16岁才洗礼 我帮助一个很好的人 接受洗礼 我感觉很好 我很高兴能够为他施洗 世界各地有许多男青年 与神所托付的能力相称 但以理是其中一人 另一位是洪都库拉书的路易斯 费南度 他注意到一个朋友正走在危险重重的道路上 于是分享了自己的见证 也确实拯救那位朋友的生命 还有一个例子是巴西的奥拉佛 他是家中的常驻事工人员 奥拉佛鼓励他的母亲在教会中 完全恢复活跃 你们可以在教会的青少年网站中 找到这几则见证 以及许多类似的例子 只要上网搜寻就可以了 此外 网路 社群媒体和其他的科技成果 是主赐给你们 让你们运用甚至指责 发扬真理和美德之影响力的工具 亲爱的男青年 只要你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行使 咬人甚至 就是在为自己将来要担负的责任做好准备 但其实你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 你们也在预备主的道修制他的路 就像是约翰所做的一样 也为所有的咬人甚至是有人 树立了典范 只要你像约翰一样 高声宣扬灰改和洗礼的福音 就在帮助别人准备归向主 你们时常听到大家谈到你们极大的潜能 现在就是你们运用这一份能力 这份神赐给你们用于造福他人的能力 带领他们远离黑暗 进入光明 并为主预备道路的时候 教会 教会为你们出版的对神禁止手册 就是帮助你们学习实践职责的一项资源 要经常研读这本手册 要跪下来祈祷 抛开所有的科技产品 寻求主的指引 然后起来并开始运用神的能力 我应许你们必会获得天赋的回答 在生活中指引你们 以及如何为人行事及帮助他人 我要引用孟孙会长说过的一段话 切勿低估你们的见证 所能发挥的深远的影响力 只要你们有能力 你们有能力注意到那群被忽略到的人 只要有眼能见 有耳能听 用心去感受 就能够伸出援手 帮助同侪 我要向你们见证 圣职的能力是真实的 我有自己运用圣职的经验 而获得了见证 我也看过 拥有耳人圣职能力的人 所行的众多奇迹 以及忠信的耳人圣职持有人 说出受灵启发 充满希望的言语的时候 所展现的天使师祖的能力 而开启的某一个需要光 和爱之人的内心 奉我们的主领袖 和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会众和唱诗班要一起唱 以色列长老们 唱诗之后 总会会长团第二支里 迪特乌西多会长将为我们演讲 之后我很荣幸能对大家演讲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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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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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Lord is聖联系 The labor's of new But if we unite We all need to do We gather the kingdom The mix of the taste And we can accomplish From sorrows and sins O madam, O madam We bid thee farewell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So we go to them We're going to the Lord By our backs and our low And it's in the weary The hungry and cold We'll cheer up their hearts With the news as we go And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And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And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So we come to them And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And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s 以及你们持续的正义 有件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都从持有神圣圣职权柄的人 那里获得神的圣职案例 这是极大的祝福 也是神圣的责任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我在教会里 因为持有圣职 而获得的两项重要召唤 我是个执事的时候 蒙得了这其中的第一项召唤 我和家人在教会位于德国法兰克府的峰会 参加聚会 我们的小峰会里 蒙府拥有许多美好的人 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峰会会长 蓝树之弟兄 我很敬仰他 虽然他看起来总是不苟言笑 非常正式 而且多半都是穿着一套深色西装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曾和他开玩笑 和朋友开玩笑 说我们的峰会长看起来很古板 现在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在很多方面 今日青年眼中的我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某个星期天 蓝树之会长问我 他是否可以和我谈一谈 我第一个想法是 我做错了什么事 我拿话里快速闪过 许多我做过的事情 大概就是那些事 让这位峰会会长 想找我这指示谈话 蓝树之会长请我到一间小教室 我们的教堂里 没有峰会会长的专属办公室 他在那里给我一项召唤 要我担任指示定额组会长 他说这是很重要的职位 接着他花一点时间说明原因 他解释他与主对我有哪些期望 以及我如何可以得到帮助 我不记得他说过的大半内容 不过我倒是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感受 他说话时 我的心里充满神圣之灵 我可以领受到这是救主的教会 我也感受到 他发出的这项召唤 是受圣灵启发的 我记得我走出那间小教室时 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高了一些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了快六十年 我依然珍藏着那种信赖与爱心的感觉 我回想这个经验时 试着记起我们峰会当时 到底有几位指示 就我记忆所及 我相信有两位 不过 这个数目 很可能多报了 但那对我来说 并不重要 不论是一位 或十几位之士 我都深感荣幸 而且我都想要竭尽所能地去服务 不让我或我的峰会会长 失望 我如今明白那位峰会会长 召唤我来这项职位的时候 大可不必这么用心 他大可 在走廊简单地说一声 在我们的圣旨聚会时 告诉我 只是定额组会长的这项新召唤 但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花时间帮助我了解 这项指派的内涵 但更重要的是 了解其意义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 我们被奉务去做这些事的永恒理由 基本的福音原则 需要与我们生活交织在一起 即使这意味着 一而再而三的学习 那并不表示 这福音过程 必须是一板一眼或枯燥无味的 那并不表示 这过程必须是一板一眼或枯燥无味的 正好相反 当我们在家中 或在教会里 教导基本福音原则时 要将对福音的热诚之火 与见证之火 带到我们教导的人心中 让他们感受到光 温暖和喜悦 从这个故事的重点 不仅是在 与说明教会如何发出召唤 虽然对我来说 这做法是绝对榜样 最近从 最新案例的直视 到最直升的大吉士 我们圣子职责的内涵中 都有一些可以做 及应该做的事 这些内涵对我们的施工很重要 都是我们需要留心去做的 不过我们是从这些圣子服务的意义中 才找到圣子的热火 热情与力量 圣子服务的内涵 教导我们要做哪些事 其意义则在激励我们的灵魂 内涵说明形式内容 意义则升华形式态度 我一直在想的 另一项圣子召唤是在 我成家多年后获得的 我们扳回德国法兰克福 我在工作上刚获得升迁 升迁之后 我在工作上需要付出 大量的时间和精神 就在这段非常忙碌的人生时期 约瑟福士林长老 召唤我担任 志连会会长 与他面谈的时候 我的脑海闪过许多念头 他是在做主的事工 我除了接受之外 还能做什么 有时候 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走进黑暗 同时心里想着 神会在我们的脚下 放置稳固的基石 因此我欣然接受 是到神会提供方法的 在这项指派的初期 我们的志连会 很荣幸能够接受 教会一些最伟大的教师和领袖 所提供的训练 例如罗素 纳尔孙长老和多玛孟生会长等人 他们的教导对我们来说 有如天上甘露般美好 带给我们灵感启花 我依然保存着 当时参加这些训练会议时的笔记 这些总会 弟兄帮助我们看出 要如何建立 个人见证和巩固家庭 来建立神的国度 让他们让我们看清 在我们的特定的时刻中 要如何将福音真理与原则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中 换句话说 受灵感启花的领袖 让我们看清了福音的意义 然后我们就必须转起袖子去工作 我们不久就了解到 支联会会长团可以做的事有很多 非常多 老实说 如果我们不根据灵感启花 来排定事情的优先顺序 可能就会遗漏重要的事 各项优先事举接踵而来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无法 专注于总会领袖 所提出的愿景 可以做的好事有很多 但并非每一项都是最重要的 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道理 某件事很好 不一定就是我们付出时间 资源的充分理由 我们的活动 提议和计划 其灵感应来自于 圣职服务的意义 并惦记于在这意义上 不在于一时的潮流或性质 否则这些事情 就会分散我们的努力 需耗我们的经历 并且让我们沉迷 个人的灵性嗜好 或属世的嗜好里 而那些并不是门徒重心 身份的重心 弟兄们 我们都知道 我们需要自律 才能够一直专注 在那些具有最大力量的事物上 来增进我们对神 和对同胞的爱 滋养婚姻 巩固家庭 并建立神的果 就如一只枝叶生长的 很茂密的果树一样 我们的生活中都需要 定期检出一些枝维末节 以确保我们能用精力和时间 来达成身为圣子弟兄的真正目的 结好果子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要做什么选择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 做这项决定 我们被吩咐要 勤奋研读 听从宣知的话语 及做充满信心的祈祷 弟兄们 神会信守承诺 祂会透过圣灵 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中 针对我们应该遵循的路 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 如果我们的心是纯洁的 如果我们不寻求自己的荣耀 而是全能之神的荣耀 如果我们寻求遵行祂的旨意 如果我们渴望去 照顾我们的家人 同胞的生活 我们绝不会独自行走 孟生会长时常提醒我们 当我们做主的财势 我们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 你们的天父必在你们面前行 祂必在你的右边和在你的左边 祂的灵必在你的心中 祂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四周 拖着你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要在圣子服务上获得神的祝福 就必须勤奋努力 愿意牺牲 并渴望做正确的事 让我们做个 采取行动而不受行动支配的人 讲道固然好 但钥匙无法使人因此采取行动 所说的道理就像没有热气的火 或不能解渴的水一样 应用教义才能燃起福音的净化之火 也才能让圣子的能力 点亮我们的灵魂 全世界都能享受电灯照明的爱迪生成说 一个信念的价值在于运用此信念 同样的福音的教育在付诸实践的时候 才会显得更加宝贵 我们切勿让圣子教育在我们心中沉睡 而不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有个婚姻或家庭需要拯救 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切莫观望不前 却要感谢神示意我们 这个包括信心 悔改宽恕和重新出发的幸福计划 应用圣子教育会使身为丈夫 父亲和儿子的我们 在了解圣子的意义和其能力后 有能力再次获得美好的 神圣的永恒家庭 总会大会一向是听道和行道的好机会 因此让我们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弟兄们 我邀请你们思考神的仆人 在这个周末里所讲的话 然后跪下来 祈求我们天上的父 启迪你们的心智 感动你们的内心 神指引你们每天的生活 以及在教会的职责 以及你们所面临的特定挑战 要听从圣灵的提示 切勿拖延 如果你们做到这一切 我应许 主必不会让你们独自行走 我们都知道 即使我们怀着美好的意念 事情也未必都照着计划发生 我们在人生及圣子的服务中都会患错 我们 有时我们会失足半导 不符期望 主牵告我们要继续忍耐 直到我们成为完全 而他知道 这需要时间和毅力 了解福音的意义 及圣子的意义 会帮助我们 看出这一切神圣的目的 也会适与我们 动力和力量去做正确的事 包括艰难的事 我们若持续专注在福音生活的基本原则上 就必适合得到认识 智慧与指引 我们请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 弟兄们 我们当然要 我们借着圣灵的指引 会从错误中学习 即使我们跌倒 我们也会站起来 即使我们脚步刺一 我们也会继续前进 我们绝不动摇 我们绝不放弃 我们这些持有神的 永圣子阵容庞大的弟兄们 要站在一起 肩并肩 专注在耶稣基督 复兴福音的各项原则上 并怀着感恩的心 来献出爱心 为我们的神和同胞福 我亲爱的弟兄们 今日我向你们见证 父神 和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活着 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存在 你们并不孤单 你们的天父关心你们 渴望祝福你们 并在正义中 扶持你们 你们可以确信 神已在我们的时代 对人类说话 祂会对你们说话 先知约瑟斯密 确实看见了 他说 他看见的是 约瑟基督后起圣主教会 已透过全能的 神的力量和权柄 在世上复兴了 我祈求 身为祂的圣子 持有人 我们将一直与圣子 服务的意义和谐一致 并应用复兴福音的各项原则 来改变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所服务的人的生活 当我们这么做时 逐绝的无限力量 必会净化洁净并提升我们灵魂的品格 直到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 我如此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很感谢能和大家共居一堂 参加这场大会 世界各地 持有神的圣旨的人 接受邀参加这场大会 我们蒙福 能由多马孟孙会长来主领 他身为本教会总会会长 是现今世上 唯一负责管理所有权要的人 这些权要可以使家庭印证在一起 也可以印证获得永生所需的各项圣旨教仪 而永生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 今晚有位已经恢复活跃的父亲也在聆听 因为他全心希望能够获得这项印证 恩赐所带来的保证 他和他的妻子深爱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和其他父母亲一样 在读到以下的话时 就想象到那种天堂般的幸福 这些经文写道 在此处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同样交易 也将在笔触存在于我们中间 不过将伴随着永恒的荣耀 那是我们现在尚未享有的荣耀 今晚和我们一起聆听的这位父亲 知道哪条路才能通往那荣耀的境地 那条路并不好走 这需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 深刻悔改 并且改变他的心 而他透过一位仁慈的主教的帮助 感受到主的慈爱宽恕 使他的心改变了 奇妙的变化继续发生 他去圣殿接受了恩道门 主承向那些他要赐予能力的人 描述了恩道门 他吩咐他们要到本福音期的第一座圣殿去 那是在俄亥俄州加德兰 主说 因此我为了这缘故给你们这诫命 你们要到俄亥俄去 我要在那里把我的律法给你们 你们要在那里蒙得高天的祝福 从那里 因为我有一件重要的工作等着要做 因为以色列必得救 我要领他们到我要他们去的地方 任何力量都不能拦住我的手 对于我这位最近刚恢复活跃的朋友 和对所有圣职持有人而言 有件上代完成的伟大事工要做 就是去拯救我们所负责带领的那部分 以色列民 以及你们的家人 我这位朋友知道 要拯救家人 就需要在神的神圣圣殿内 借着麦基喜德圣旨的能力 接受印证 他请我执行这项印证 他和他的妻子都希望能尽快完成印证 随着总会大会来临 时间繁忙 因此我请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主教 与我的秘书安排联系 以找到最合适的日期 当这位父亲告诉我 印证安排在4月3号举行时 各位可以想象得到 我的惊讶和快乐 在1836年的这一天 改变体质升天的先知 已来家被拆遣到加德兰圣殿 把印证的能力 赐给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 那些全要 今日仍留在本教会 而且会继续下去 直到岁月的尽头 这就是主赐给彼得的 统一神圣权柄 主以应许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以来家的重返 以及彼得、雅各和约翰 所持有的同一圣职 但是虽然我们有权柄施洗 有权柄按手赐予圣灵的恩赐 也能按利其他人 和做所有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印证的能力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将不具效力 他继续说到 在神的国度中 超生所需的更高教义 那些更大的祝福 只能在特定的地方获得 除非从持有这些权要的人 那里获得权柄 否则没有人 有权执行这些教义 除非得到持有这些权要的 本教会总会会长的核准 否则世上没有任何人 有权力执行这福音的任何教义 他已赐给我们权柄 他已把印证的能力 赐给我们圣职持有人 因为他持有这些权要 裴道班会长在写道 关于印证的能力时 也提出了相同的保证 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 对我来说是一大快味 对于我将在四月三日 印证的这个家庭来说 也是如此 裴道班会长写道 彼得的使命是持有权要 持有印证能力 那权柄具有在世上捆绑或印证 或在世上释放的能力 而在天上也必如此 本教会总会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 那些全要为他所有 现在本教会拥有这项神圣的印证能力 凡知道此全秉意义的人 莫不视之为最神圣的事物 以莫不小心翼翼的保护 不论在任何时期 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 会被授予这项印证的能力 只有在每座圣殿中 才有弟兄获得这项印证能力 这项能力 仅能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 先知先见启示者 即总会会长而来 以来家来到时 不仅把能力赐给圣职人员 同时也帮助人们的心转向 以来家的灵 权力和召唤是 让你们有能力 有权力 持有麦基喜德圣职 和神在地上的国度 始祖的启示 教育 神域 权力 与恩道们的权要 并且接受获取和执行 属于神国的所有教育 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 子孙的心转向祖先 也就是那些在天上的祖先 我这位朋友和他的家人 已经感受到他的心在转向 在本场大会里 你们可能也有这种感受 你们可能跟我一样 在脑海中浮现父亲或母亲的面容 或某个兄弟姐妹 或是某个儿女的面容 他们现在可能在灵的世界中 或是住得离你非常遥远 但是你感觉到 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确切的联系 因而感到喜乐 因为你们已经 或是可以借由神所信守的 圣职教育而印证在一起 在接受过印证的家庭中 持有麦记喜得圣职的父亲 一直都受到教导 必须做哪些事 无论现在或将来 你们家庭中最重要的是 莫过于印证的祝福了 没有任何事物会比 履行你在神的圣殿内所定立 或将要定立的婚姻和家庭圣约更重要 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很清楚 我们必须透过服从和牺牲 才能让应许的神圣之灵 印证我们所立的圣殿圣约 使这些圣约可以在来生实现 海勒里会长解释说 获得应许的神圣之灵 印证的意思 就是他引用 密文培勒长老的话 说道 我们可以欺骗人 但是我们无法欺骗圣灵 除非获得应许的神圣之灵 印证 否则我们的祝福 就不会成为永恒 圣灵洞悉每个人的思想和内心 祂会印证并认可人们 被宣告的各项祝福 然后那项印证 便具有约束力 便得有效 并且具有完全的效力 按您姐妹和我在若干圣殿印证时 我并不明白那项应许的许多意义 我现在一直在努力去了解 但是从50年 我们刚结婚一开始 我就尽全力要邀请圣灵 进入我们的家中和生活中 我初次见到约瑟斐亭私密会长时 我还是个年轻的父亲 刚在圣殿里接受印证 并且我的心已转向我的妻子和我年轻的家庭 当时我受邀到总会会长团会议室 而在那里我得到一个非常确切的印证 那时海勒里会长问我 关于私密会长 你相信这个人是神的先知吗 那时私密会长刚走进房间 还没有开口 我永远感激 我那时能坚定地回答 说我知道他是的 我那时确实知道 他持有能造福全世人的圣殖印证能力 就像我确实知道 那时外面正阳光普照一样 由于那次的经验 使得他在1972年4月6日的总会大会上所说的话 对我和内人产生了极大的力量 在那天 约瑟斐廷私密会长提出下列忠告 他说主的旨意是要加强和保护家庭单位 我们恳请所有的父亲 站在一家之主的正确地位上 我们要求母亲们协助和支持他们的丈夫 并成为儿女们的光 请容我建议持有圣子的父亲 可以做的事件事情 使你们能提升和带领你们的家庭回到天家 再次与天父和救主同住 首先要获得并保持确切的见证 知道圣职的各项权要 现在由本教会所有 并且由本教会的总会会长持有这些权要 要每天为此祈祷 你会得到答复 让你有更大的决心去带领你的家庭 你的心会充满希望 并且你在服务时会有更大的快乐 你会更加开朗乐观 那对你的妻子和家人而言都是一大祝福 第二件事就是要爱你的妻子 你在为家庭劳碌奋斗时 仍需要运用信心和谦卑 把她的利益放在你个人利益之前 你在为人服务时 有责任和她一起讲育家庭 这有时可能会使你耗掉所有的精力和体力 年龄和疾病可能会使你的妻子有更多的需要 如果你在那时 仍然选择先为她的幸福设想 我向各位保证 你对她的爱必会增加 第三 要让全家人彼此相爱 太府蓬松会长教导 就永恒的观点而言 救恩是家庭的一大要事 最重要的是 家人都需要知道并感觉到有人爱她 需要她 赞美她 他们都需要经常确知这一点 显然的这是父母亲的责任 而通常做得最好的往往是母亲 感觉到被爱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就是家中其他孩子所给予的爱 兄弟姐妹们之间要能够经常互相照顾 唯有靠着父母坚持不切的努力和神的帮助才能办到 各位从自己的家中经验就知道这些是真实的 每次你们在摩尔门经中的记录中读到正义的李海 和他的妻子撒拉亚所面临的家庭冲突时 都会再次证实这一点 他们所获制的成功 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指引 他们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得他们的儿女 甚至后代子孙都软化他们的心和彼此相爱 例如尼斐和其他人会写信给 与他们为敌的家族或成 与他们为敌的家族成员 圣灵有时软化了成千上万人的心 用爱取代了仇恨 要仿效李海 获制美好成果的方法之一 就是要注意带领家庭祈祷 及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如家人家庭晚会 要让孩子有机会做祈祷 他们可以在家庭圈子中 为有需要祝福的人祈祷 你要很快地查出家中 出现不合的情况 并且加许各项无私的服务举动 尤其是在兄弟姐妹之间 第四个机会是 当家中有人需要管教时 要用主的方式带领你的家庭 我们都能善尽我们的义务 用主的方式去纠正 并带领家人走向永生 你们都记得下列的话 但是你们可能还不曾看过 这些话的力量 怎样带领一位 麦奇的圣旨持有人 帮助自己的家人准备好 在高容国度中享有同样的交易 任何能力或影响力 都不能或不应借圣旨来维持 唯有借着劝说 恒久忍耐 温和 温柔和 不虚伪的爱 唯有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 这将使灵魂不伪善 诡诈的大幅增进 当被圣灵感动时 要事实严加训诫 事后对你训诫的人 表示更多的爱 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 好使他知道你的忠信 比死亡之所更坚强 接着是对我们这些 身为西安父亲的人而言 一向具有极大价值的应许 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 你的权杖必成为正义和真理的不便权杖 你的领域必成为永远的领域 不用强迫 就永远远远留下你 对我们而言 那是一项很高的标准 但是当我们用信心来控制自己的脾气 抑制自己的骄傲 就会得到圣灵的认可 使那些神圣的应许和圣约成为确定 只要你相信主复兴的圣旨权要 并且这些权要 今日仍与我们同在 你必会成功 你和妻子之间会有稳固的爱 你会有主的帮助 使你的孩子在爱的气氛中 将他们的心转向彼此和父母 并且你会用爱心作为指导原则 用一种能够邀请圣灵的方式 去纠正和圈见 我知道耶稣是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 今日在世上持有和行使 一切圣旨权要 我们现在将聆听他的演讲 我爱他并支持他 我爱你们并为你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感谢 延湖大学地区 唱诗班所提供的音乐 也感谢所有准备本场大会的人 我们有幸现在能聆听 敬爱的先知 多马孟孙会长演讲 在他演讲之后 唱诗班将献唱 穆哲所爱 结束本场大会 接着由七十元赖瑞 老伦司长老座必会祈祷 孟孙会长请 我亲爱的弟兄们 能够再一次跟你们共聚一堂 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每一次当我出席总会圣旨大会的时候 我总是会想到过去的一些领袖们 所给予的教导 这些人是神最为高贵的领袖 也都曾经在教会的总会圣旨大会中 发表演讲 虽然说他们很多已经去世了 也领受了他们永恒的奖赏 然而他们都给了我们受灵启发的启示 这些启示都是发自他们锐智的思想 由他们的灵魂深处所给予的 先知约瑟曾教导 圣旨是永恒的原则 从永恒到永恒与神同在 没有年月的开始与终止 从会福武会长所说的话 我们学习到 神圣旨是神与世人沟通交往的管道 曾经造访地球与世人沟通的天上使者 都是在世时持有并敬重圣旨的人 从人来到这世界上开始 到世界被救赎为止 神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借由永恒的圣旨来完成的 将来也是如此 约瑟F斯密会长进一步地说明道 圣旨就是神委托给人的能力 借着这能力 世人可以奉父子和圣旨的名 为了人类家族的救恩 在地上行事 而且合法的行事 那权柄并非建取 也非向已世的古代借取的 而是来自于高天 直接来自全能神面前的施助天使和灵 赐给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 最后我们从约翰太来会长的教导 学习到什么是圣旨呢 我想简单地说 不论是在大地上或诸天 圣旨都是神的管理体制 因为大地之上与诸天之中的一切事物 都是借着这个能力 权力或原则所管理的 所有的事物都能获得提升与支持 也都是靠着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管辖所有的事物 领导着所有的事物 支持着所有的事物 我们能够活在这末世时代是何等的蒙福 此时这世上有着神的圣旨 我们多么有信 能够持有圣旨 这圣旨与其说是一种恩赐 不如说是一种为人服务的使命 提升他人的殊荣 以及使他人生活蒙福的一种机会 这些机会伴随而来的是责任和职责 职责这一个词意义崇高 我喜爱和珍视这个词 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含义 在从我十二岁开始 我被暗立为直视 到现在七十二年过去了 我都曾经以不同的职位 在不同的场合中出席过圣旨聚会 时光不停地向前推进了 职责也随之持续来到 职责不会毁暗不明 也不会减少 世上的冲突灾难来来去去 然而因为世人灵魂 所发起的战争却持续不断 未曾消你过 主对你我和世上各地的圣旨 持有人所说的话 以响亮的声音来号召我们 他说 因此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 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 负起职责的召唤 曾经临到亚当 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 撒摩尔 及大卫的身上 他也曾经临到先知约瑟斯密 以及其所有继承者的身上 当主透过尼斐的父亲离海 给予指示的时候 要尼斐和他的哥哥们 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从拉班那里 取得同叶片的时候 负起职责的召唤也同样临到年少的尼斐身上 尼斐的哥哥们抱怨说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尼斐他却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 因为我知道主绝不会命令人的儿女 去做任何事情 除非他为他们预备道路 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 如果同样的召唤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会做什么反应呢 我们是否会像拉曼和雷米尔一样抱怨地说 这是一个要我们去做一件困难的事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尼斐一样说 我会去做 我会去做 我们是否会乐意地服从和服务呢 神的智慧有时候看似于浊 或者是很难难以理解 然而 我们今生所能学到的最大 也最宝贵的一刻就是 当神讲话 而人服从了 那人就永远是对的 当我想到职责这个名词 以及履行职责 如何能够丰富我们自己 和他人的生活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位名诗人 和作家笔下的诗句 他说 我睡了 梦见快乐人生 我醒了 看见人生的职责 我行 我悟 喜乐来自于职责 史蒂文森用了另一个说法 他说 我知道为什么 喜乐 因为我做了善事 当我们履行职责 和运用圣旨的时候 我们就会获得真正的喜乐 我们会体验到 完满 圆满 完成任务的满足感 我们已经蒙德教导 知道我们所持有的圣旨 不管是亚伦圣旨 或麦基席的圣旨 我们知道他所包含的 特定的职责 我要督促你们 沉思这些职责 然后尽你们一切所能的 去完成这些职责 我们要做到这些 我们都要配衬 我们要随时准备好 伸出洁净和乐意的双手 好使我们的参与主的施工 天父希望我们给予世人 一切他提供的 如果我们不配衬 我们就会失去圣旨的能力 我们如果失去了圣旨的能力 就会失去超生的根本要素 让我们都能够配衬的来服务吧 海勒李会长 是教会的一位伟大教师 他曾经说 一个人一旦成为圣旨持有人 他就是主的代理人 应该把他的召唤当作是 在做主的差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个关于圣旨的事件 发生在1944年 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 正要攻下瓜加林环礁 这个地方是马绍尔群岛的一部分 位于太平洋 约在澳洲和夏威夷中间的位置 这个与圣旨相关的事件 是由一位通讯记者所转述的 他并不是一个教会成员 这位记者当时服务于 夏威夷的一家报社 他在事后写了一则新闻报道 他说 当时他和他的通讯记者 是在跟海军陆战队后面抵达 瓜加林环礁的第二批人员 当时他们往前行进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 头朝下浮在水面上 伤势非常的严重 他周边的海水都被血染红了 之后他们注意到 有另外一位陆战队员 朝这个站有移动 前去救援 这位陆战队员自己也受伤了 他的左手臂完全无力地挂在那边 他把那位浮在水面上的陆战队员的头 浮高 好让他免于溺毙 这位陆战队员惊慌地大声呼救 记者们再次看着他所服的那位战友 对他喊道说 孩子 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这位记者他继续写道 接下来我目睹的一切 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 这个男孩自己虽然伤势很重 但是他还是尽力地 把那位看来已经几乎失去生命的陆战队员 带到岸边 他把他扶起这位同伴的头 放在他的脚上 这真的是动人的一幕 这两个伤势严重的年轻人 虽然身处在危难之中 人看得出来他们端正洁净的样貌 这一位年轻人 在另外一面前低下头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借着圣旨的能力命令你活下来 直到我能找到医疗协助 这位记者在报道的结尾写道 我们三个人 也就是那两个陆战队员和我自己 都在医院 医生们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但是我知道 当人们理解圣旨的真意 敬重圣旨能力 适当地运用圣旨 并且发挥信心的时候 奇迹便四处可见 当信心取代了怀疑 当无私的服务 除去了对私利的追逐 神的能力就会成就他的目的 当我们这些持有圣旨的人 采取行动去执行 接受到的指派的时候 职责的召唤可能就会来到了 乔治约瑟会长 是为千功有礼又兼具效力的领袖 他曾说 你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了解主的旨意 然后借着他赐给你的神圣圣旨能力 和力量 在你的同胞面前光大你的召唤 使他们愿意乐意来服从你 类似的职责召唤在1950年 也临到刚担任主教的我的身上 尽管那是一个平凡无奇的职责召唤 那时候我22岁 我身为主教呢 我的责任很多 也很不 有但是都不一样 我尽力做好每一件事 美国当时也卷入了另外一场战争 由于有许多教会成员在军中服务 教会总部指派 给所有的主教一项责任 就是要订阅当时的教会杂志 就是教会新闻和进步时代 这两本给知会里在军中服务的人 我们的知会里有23个人在军中服务 而且我们还要再加上要写给这些人 亲笔写信 所以在我们知会里 这些23个在军中服务的人 我都得亲笔写给他们 所以定额组的成员呢 努力地提供经费来订阅刊物 我的任务就是要写亲笔信 而且每一个月要写23封 虽然这是这么多年前的事情 但是我到现在都留着 很多我当时写的书信的副本 以及对方的回信 每一次读这些信 我总是很容易感动落泪 当时有位士兵决心奉行福音 有位海军的水手呢 他决定和家人共同持守信仰 有天晚上呢 我把当月的23封信 一整叠交给一位姐妹 她受指派的要处理 邮件的这个送记的工作 并且要去时常的去更动 这些地址 她看到其中一封信 她就笑一笑对我说 主教啊 难道你不会感到气馁吗 这又是一封你写给 布莱森弟兄的信 这是你写给他的第17封信了 但是他从来不回你 我回答说 也许这个月他就会回吧 结果呢 他真的就在那个月回信了 那是他第一次回信给我 他的回信非常的珍贵 因此我留下了这封信做纪念 他当时服务在很远的一个海岸 很难跟外界有联络 他非常想念他的家人 他很孤单 他说 亲爱的主教 我不是很会写信的人 我想我早该几个月前告诉他 我也是这样子啊 他继续写道 谢谢你为我订阅的教会新闻 和其他的杂志 但是最重要的是 谢谢你寄来的亲笔信 我已经改过自新 展开新生活 我被暗立到亚伦圣旨的祭司职位 我心中充满了感动 我感到很快乐 身为布莱森弟兄的主教 我所感受到的快乐并不雅于他 当时我已经学到了 如何实际的去应用这句古老的话 旅行职责是最佳的事情 其余的就交给主吧 多年以后 我出席了盐湖 科顿乌支联会的聚会 当时的支联会会长是雅各福士德 我在聚会中提到这件往事 希望能鼓励大家多关心 在军中服务的人 会后有一个年轻人走向前来 他握着我的手说 孟孙主教你还记得我吗 我怎么记得他 我突然想起来 他是谁 然后我说 布莱森弟兄 近来可好 在教会里一切好吗 他满怀亲切自豪地说 我很好 我在长老定额组会长团里服务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当年对我的关心 也要感谢你寄来的信 我很珍惜那些信 弟兄们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帮忙 我们是否尽力去做一切应该做的事呢 我们是否还记得约翰太来会长所说的 他说 如果你没有光大召唤 神就会要你为那些 本来可以以你的尽责而得救的人 要负责呢 有的人的脚步需要我们去远顾 有的人的双手需要我们去紧握 有人的思想需要我们去鼓舞 有人的内心需要我们去启发 有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 永恒的祝福正等待着你们 你们所拥有的特权 是要你们在圣职服务的舞台上演出 不是要你们当观众的 让我们听从圣经雅各书中的提醒 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让我们都学会和诚思自己的职责 让我们都乐意配衬着服务 让我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 都能跟随夫子的脚步 当你我走过耶稣所行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不只是个诞生于伯利恒的婴孩 也不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甚至不只是一个曾活在世界上的伟大教师 我们会知道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 当召唤的职责临到他时 他的回应是 父啊 愿你的旨意得成 愿荣耀永远归于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这样子做 我这样祈求 是奉他的名 也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的名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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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